自办到电视台报道 那么,安南并是为啥全是一路走好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为世界和平做出伟大贡献,安南在1997年1月1月年至2006年12月31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两个任期内,以他的睿智思想和不懈努力,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促进了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于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安南的和平奖,朱贺真价实的和平奖,是最令人佩服的和平奖,第二,十年生涯 从一而终,1997年1月2日,安南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天就说,每个人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他开始的时候不免有点紧张 但是,如果我们写起手栏,就能取得很多成就,包括联合国必要的改革 从此,安南担心截律,全身心致力于联合国的工作 2006年12月31日,安南卸任时说,有人可以离开联合国,但无法要联合国脱离我心 安南这句话,感动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所有国家和人民 可以说,为了和平,安南做到了鞠躬金翠 四而后已,十年联合国秘书长生涯期间 到处都有安南和他的团队穿梭,群的身影,非洲战乱,中东危机,南亚克什米尔争端,东币文暴乱,爱富汗战争,以及其他极度敏感的政治危机中 安南和他的团队几乎没有缺席,越是敏感的问题 安南越是亲力亲为,有人称安南为世界上最忙碌的和平使者,一点也不为过 同时,安南还是世界公认的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书长 第三,超乏的个人魅力令人敬仰 安南经验丰富,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 讲话温和,性格直率,待人坦诚,头脑冷静,富有幽默感 美国著名男性杂志,君子,曾经听选出,全世界最会穿衣服的男性 安南榜上有名,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太多的麻烦和困扫 但他始终保持乐观,本身引人注目 但他非常低调,他有着高贵的品质,但让人感觉一直处于平和状态 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南的那双眼睛 安南的眼睛里,既有堆积富饶又贫穷,既美好又痛苦的世界的忧患和悲悯 但更多的是力量和希望 从安南的眼睛里,世界人民从来看不到失望 看到的全是希望 安南并是,为啥一片一路走好生 也许一致是最能解释原因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安南将永远活在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心中 安南先生,一路走好,毛开云 一路走好生,一路走好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